開了兩個小時的車程 慈濟之工來到一位個案家 克里斯汀用燦爛的笑容迎接 但21歲的他 從小卻為右腳巨大無名的 腫瘤所苦 右腳掌因此變形 無法行走 我們都覺得不容易 你覺得不容易 你覺得不容易 不容易 會 會 會 他說從這邊開始 他會感覺到很重 最近四肢開始出現 如黑痣的斑點 這正是當初腫瘤變大的前期 包含他的手 他的手已經開始 那個戈壁的手也開始有了 去年10月 斯汀之工將他送往馬尼拉 接受診斷 初步發現是畸形的 動靜脈血管瘤 但就是無法找出有效的治療 整個了CT scan MRI 什麼樣的檢查 到了Interventional Radiologist 他們都投降 他們只是建議切掉 很年輕20歲的女孩子 怎麼隨便可以切掉 我們要想辦法能夠解決 菲律賓的志工 已經開始向台灣的 慈濟醫院求助 能為克里斯汀找到有效的方法 大愛新聞 劉歐榮羅國方 菲律賓寶和島報導 小平民都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